靈翔再换子弹 哇 最后一枪还是打到了头 直接把七七给打掉 这边是在拿车的一个过程当中 正 主要是七七还倒了一下车 那个车他刚起的时候 这就很难受了 哎呦 猴王的一发 SLR直接将没有头的零术给击倒了 那上来之后 天霸 直接一拒就给他爆头了 一个连拒 然后看到CDG的一个换人信息啊 VV上来了 然后把天天换掉 来说也是比较危险的 现在大家等于是在这个兔头山上僵持了 啊 今天不会出手 是把小九给放倒了 这一波的连点的速度非常快 SMS刚刚那边犹豫了一下 本来还是想要进行了一个分彩 办法探一下 但是后来还是选择走 而另外一边 悟空和天露这边有一波遭遇 小同时直接将白龙马给放倒 是的 主要是玉这个位置呢 虽然说反驳 但是反驳太广了 也不是很好架枪 哎 这边撞树了 蹦蹦 好在是 好在是后面的这个挡板是铁的 但是 特身去倒枪 倒车的话就没机会了 小鬼先拿一盆再说 他还打死了一下他的车 这撞树真的很致命的 对对对对 看一下车上有没有效果 一逼在匆匆和脚羊两个人已经倒地 这波二打二 在高点锁定了 这个位置他是能拉过去的 拉到右边能扔雷的 是的 羽翼也把小同抱头了 那这样的话二打一 萨萨的位置已经暴露 有点难操作 打正面了 没想到 手上还有雷啊 看看这个雷的效果 嗯 稍微力气小了一些 毕竟是有进的距离的 四發力 两颗雷一颗燃烧瓶 我拿到两颗雷 应该看一下这一波一打一的 局面吧 萨萨血量的话是低于郁郁的 是的 报了决心 我要把这个桥卡死 但是看你看 这个小地图上面出现了一个紫色的标 他是谁 林强 林强 听到这里有枪声 他也是在桥等人的呀 你们不过来 那我过来主动找人 基本上 这个天鹿和悟空都很难过桥了 天鹿先被淘汰 悟空目的达到了吧算是 悟空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但是他现在也付出了一个惨重的代价 加上刚刚CT进行一小桥 他知道这条桥肯定是过不了了 对 估计也没有想过要去轻易过这个桥了 只能等人走 就悟空打法就是 你打我兄弟 那我必折你双翼的那种打法 就是不能欺负我的兄弟 是的 我跟你赌都要赌死 第一局大家都在找枪杆 几个人 CT也是在扛着 来自这个速手楼的这种枪线 在往 天鹿这里投掷 手雷 龙死干的出枪 NJ直接被击倒 是的 这个位置大差不差 就是这个地方的决赛圈很大 是的 我也在不停地抽山上的把 现在对于山上的天鹿 天鹿那边说实话 对于CTG的测试压力给的是不会很大的 所以其实对于配偶来讲的话 他利用这个波 首先大家先看降路 就是降路以及MS有没有看他 同时他要去限制CTG 就现在千万不要去 就看都不用看RBS 你就默认那个地方是有人的 对 不过现在狮子的话是在边缘 先看一下境点 RFTY直接冲到了山上去跟TMA打 但是依旧我们说过这个位置 还是要去承受复售楼以及学校的这种子弹 那小海出枪了 小九直接被放倒 是 这波就是可惜身上没有这个伤害性投掷物了 因为第一波和DT的遭遇的时候 他们用了很多的伤害性投掷物 没错 LONCE GIRL出枪的同时 你看他还是要去顾忌一下 就看一下圆点枪线到底情况如何 先把人补了 队友在给一点投掷物 这确实没有办法 学校给的压力太大了 是 旺仔再给一颗手雷 先把经典的危机处理掉 旁边木子里的话已经掏了一颗雷 稍微距离远了一点点啊 不然楼思哥这个血量非常的危险 哎 这左边没有看到 是 我PARA这里的话果然是先防了一手CDG啊 静点的话直接两颗手雷解决掉两人 然后现在CDG也只剩下了一个 猴王 那这一片坡他也能踩下来 一会儿更好去针对就是找 对他是被限制的那一个 就是猴王现在位置被限制了 直接往西绕 但是天霸那边的话 崔七一也是直接在 然后MCG直接过来 想要直接把这个平台先给清掉 是的 在这儿是把MCG 把CTG给淘汰了 然后MCG直接拉上山 现在的话 IFTY只剩下了龙斯根 这个比较不错的位置 是的 现在看龙斯根怎么去操作了 顶着五圈的蓝圈伤害啊 黄鹏 来了 抓住这个侧身 人太多了三个方向来的角度 而这一边的话 SMS也是从阿诚的北边过来给了 Pero一击重创 看看这个投资物的效果 RBS并没有着急往这边去压 因为SMS是没有太多导人的信息的 嗯 一九首雷 补掉了打炸倒了这个 哦 补掉了狮子应该是 是的 我现在右上角大部分都是手雷攻击 还有车直接开过去 碾压 碾压这确实没办没办法 RBS在动手了 约翼克雷将气污污给炸倒 后续再给 在旁边听了好久的枪响啊对的 终于轮到哥们用投资物了 呃女孩品那边从 北部啊和翔鲁给民包括说 郁郁成功的进圈了 郁郁进来了 对 是的 所以他就等嘛 他RBS就是来回的两个坑去跳 啊 是的 他怕SMS和他硬拖 然后圈也缩过来了 然后后续如果比拖的时间比较长 一旦北边打完之后 牛海比把这个坑给顶住 他就自己很难进圈了 是的 然后实际这里的话 因为天霸贴到了这个反坡 其实这个轻来的 在旁边的话 应该能把队友给扶起来 那依旧能保持一个满边 郁郁已经被发现出不来了 三个角度 是的 那边在疯狂的腿 你前点先放到一个 明明再往前面去摸 呃 换 南南的出枪 带走了烤鱼 没问题了 这个阶梯式的站位 无处可藏 RBS现在的话也是对头顶的牛海比发难 看一下幻神 一丝血 哇哇哇 从不过来 怎么我差点以为他快没有了 但是刚好这个对手手里有 被那个烟雾封住了视野 一个只歌直接撵过去 呃那个烟呢 你抬头最多就是看到他刚刚出发 从到点了 到点的话 一会发起进攻 对于实习来说 还是会有一点点难度的 不过因为实习也是在这里嘛 他的一个载具情况还可以 哦 龙正拳出枪 零度 也被捕了 让队友把车先挪到边缘就可以 这个过点也是残血 小别的出枪 没错 来了学校要送到冲击了 但是由于人数不多 加上位置上面的一个地形劣势啊 牛海比直接没了 牛海比只能叹一口气 这真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艾伦可是这样子的 我就到了mcg脸上 哎哎哎 小别这个飘鱼 哎 呃 这一波冲的有点过 车怎么飘不厉害呀 哎这一波 小海再次将实习秀在车上给打了下来 但是这个位置里面是有雷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浮起来 呃两辆车都嗯 mcg 的话就是现在老三们 也直接被发现了 只能在这个广告牌附近 是在等一等 我感觉实习这一波就是两辆车冲过头了 因为那个位置虽然受限 但是你如果稍微趴下等一等的话还 能稍微呆一呆 因为毕竟你也是要进圈的 然后现在只剩下了四九一个 是不是看到绝了 一颗火想把人烧出来 你动不动 哦他是踩上去了没看到 过来 Gadway直接被Summer连打逮捕 呃只能说这个地方这个板子 你大功 这个板子刚好 你建枪 啊 小海单人七个淘汰 三打一 现在主要是 四九很难翻盘了啊 这个位置 进不了 但是四九先不过头 拿掉条路 估计大家都想要这个头了 然后四九不给分了啊 直接也是 恭喜博文 今天在第一局里 就拿到了十二个淘汰 成功吃鸡 恭喜恭喜 哦呦 你看小海 拳头又灰起来